他就是要把后面 所以刚刚做完之后 你要先确认一件事情 就是你做完的这个booking ID 它是不是跟云端上面的一模一样 特别是要差一点点都不行 因为如果你前面没做对 你后面这个第二个工作表 BearList 你就一定做不出来 而且一定查无结果 为什么 因为这个ID 它必须要查前面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ID 1 2 3 4 刚好就是刚刚的那个 所以如果我想要知道说 这个ID 它在这个资料里面的哪一个 OK 那以前做法就是你可能要什么 用Ctrl-C 然后用寻找Ctrl-F 然后去前面找 找完之后把它的名字带出来 那名字怎么带出来 根据它的规则 其实就是怎么样 去前面找到这个ID在哪里 找到之后的话呢 把它的这个FirstName跟Sername 把它串在一起 中间加空白就可以 这个是它的名字啦 这是它的信 把它中间加一个空白 所以哦 如果我想要查一下 查这个ID 它的名字叫什么 Name 那我就可以怎么 第一个一样什么 利用 游标先放在B2 插入函数 查询嘛 那一样用V2函数 OK 然后按确定 那它问你说 那你要查什么 我要查这个ID 去哪边查呢 我要直接到前面这个Booking 里面去查 不过你们可以按F3 因为这个题目里面 已经帮我们把 这个Booking 这个工作表 帮你把它做成一个名称 所以你按F3也可以啦 或者你过去那边选也可以 那因为这一题 已经帮我建一个 叫Booking的一个名称了 所以你直接点 这个Booking的名称 按确定 那这个Booking的话 实际上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 你可以点下面再点上面 其实就是指这个范围 那理论上呢 查我刚刚讲 查一定是查第一栏 那请问一下 你要把第几栏的资料带回来 我要带应该是 这个 这一栏 所以这样算 1 2 3 4 5 6 7 8 这是第八栏 这第几栏 这第九 所以哦 我只要把第八 跟第九带回来 然后中间加个空白 那就是它的名字了嘛 OK 所以哦 接下来我就输入什么 这边输入多少 输入8 然后呢 那查询的模式要不要找接 不要 零就可以了 按确定 所以哦 查回来这个人的名字叫罗米尔 按确定 然后信什么呢 你后面再串接 end 然后一个空白的话 就是双引号 空白打在这里 然后后双引号 然后再一个end 串接 再把它的那个什么呢 它的信查回来 信的话其实 就是哦 刚好在第九栏 所以比较聪明的办法 是复制前面的公式 然后把它贴到后面来 把这个八改成什么了 改成九就可以了 好意思说 哎 这个是查第八栏 这个是查第九栏 你打个勾 哎 它的名字就出现了 OK 它全名 快点两下 哎 那 也就是说呢 订单里面的全名哦 哎 马上就可以查出来了 OK 接下来的话呢 它住几号 Rune number 哎 它住 那这个人哦 它这个编号呢 它住哪一个房间呢 Rune number 那我怎么知道 它的Rune number是几号 那根据题目的要求 我看一下题目 题目 Rune number其实在哪边有讯息 其实Rune number 你可以切过来 这边 哦 有啦 Rune number在这里 所以其实是第几栏 哎 第六栏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查 第八第九 这个F4第六 所以呢 其实很简单 如果要查 它住哪一个房间的话 那我其实一样哦 可以把这个公式 有没有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取消 再切到这个Rune number 把它贴上 改成的话 它刚刚是第八栏嘛 因为Rune number在第六栏 所以改成 改成六就可以了 按打勾 好 那帮我把它的房耗带过来 向下填满 哎 房耗也OK了 那 这个NICE 是住几晚 几晚 刚刚几天 那几天跟几晚差在哪里 就是要不要加一嘛 对不对 所以哦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确告日期是这个 应该是第五栏 对不对 那这个是第四栏 所以把第五栏的资料 剪掉第四栏的资料 那就是几晚了 所以一样 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然后呢 改成五 有没有 这个是五的话 就是它 checkout日期 然后再减 减什么呢 减checkin 特别是贴的时候 把等号拿掉 因为等号只能有一个 然后减四 把第五栏的资料 就checkout日期 剪掉checkin日期 打个勾 那就三个晚上 那价钱的话呢 那我怎么知道价钱是多少 那价钱比较麻烦 价钱因为 它牵涉到几个问题 你可以切到这边有个hotel 的一个相关的清单资料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一个叫做 lookup 然后price 所以如果你要查询的话 这个房价一晚多少钱的话 它其实需要缩写一杠 加上它的房号 那就可以查询 而且查询的话呢 它是放在资料里面有一个 应该是公式里面有个名称管 它放在有一个名称叫做 lookup price这边 其实就指的是这个范围 它已经帮你定义好一个名称 叫做lookup price 就是它查询房价的这个表格 所以如果要查的话 那首先 我这个资料里面 有没有缩写一杠 有在这里 然后有没有房号 有 所以你可以做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把 这两个先串在一起 然后再去查询 所以要两个怎么串在一起 很简单嘛 就是用什么 这个是前三个字嘛 所以插入函数 你可以用文字类里面 前三个字可以用哪一个 lab 什么 id 里面的三个字 按确定 在end 什么呢 run number 打个勾 串在一起了 然后再利用这个怎么样 去查 可以剪下来 查的话呢 你可以用什么 用刚刚那个 查询与参照里面 lookup veel run 然后查 查什么 查这个哦 去哪边查 f3 lookup price 我刚好讲了 它的那个 查的 那个价钱是在这个名称里面 lookup price 然后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里面 这个是缩写 就这个 然后查 第二栏 就是它的房价 然后要完全一样 零 按确定 价钱查出来了 那总计的话就很简单 到底它要付多少钱 amount 就是把这个乘这个 比较好 所以等于 几碗 乘上 多少价钱 打个勾 ok 向下填满 就完成了 所以很快就可以把那个 到底那个 比如老板突然给你这个资料 你帮我把这些资料 全部查出来 很快就查完了 ok 好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练习 就是把这个booking跟booking list bio list 把它全部公式做完 那我刚刚已经有在那个 Polo上面开了一个作业区 你们就是在 把今天的练习作业 存档之后缴交 好